孩子趴在超市地上耍赖怎么做?不用怕丢脸,行男爸教你一招让他自己乖乖爬起来。 在公共场合里,一旦小孩任性哭闹,台湾父母最常讲的话就是不准哭。或你让我很丢脸。 成气凌人的神情,旁人看了也觉得可怕。 知名美国演员Johnston Badoni对此有独到见解,他认为父母绝不要骂小孩,而是要等待小孩发泄完情绪,观点完全会颠覆一般人想象。 现年34岁的美国演员Johnston Badoni,去年6月在脸书中PO聊一张居家照,照片中女儿躺在地板上哭闹,而她和老爸只是静静地盯住年幼的女儿,一句话也不说。 这篇贴文获得了10万个按赞数,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 要是一般的台湾家长,看到孩子在公共场合闹脾气,早就耐不住性子破口大骂了吧。 Justin Badoni却没有这么做,因为在他小时候,爸爸也是这样教育他的。 当他哭闹时,爸爸从不脱口说你让我感到丢脸,而是等待他自己把情绪处理完。 这样理性又温柔的教育方式,深刻地影响了他。 Justin Badoni说,我们的孩子每天都在学习新事物,小小的头脑要处理很多新资讯。 当资讯量超越负荷,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时,就会有情绪,这是非常自然的。 因此,父母不应该要压制情绪,而是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处理情绪。 他也理性地劝告大家,不要为自己的儿女感到丢脸。 孩子的行为并不等同于父母的人格,孩子和父母是两个独立个体,我们只能在一旁陪伴,适时引导。 不论是在飞机、舱厅或任何公共场合中,都需要更多的耐心来替代谩骂。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,但是Justin Badoni认为父母教育孩子时,不应该单方面考虑别人怎么想,别人怎么看待我的孩子,而是要从自己和孩子的角度出发,来思考一件事情。 他也鼓励大家,对自己也要温柔一点,有耐心一点。 正常人都是有情绪的,当我们允许自己偶尔发发脾气,伤心时就流泪哭泣,或许就能感觉更多的快乐与幸福。 Justin Badoni 亲身示范了这样的教育方式,或许有些家长一时不太能接受。 但是不妨尝试看看,或许就能改善家庭生活,变得更加美满幸福哦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ический склад体能